影剧消息来看超夯动漫鬼灭之刃 热潮席卷亚洲 电影版上个月30号在台湾上映 结果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 全台票房冲破4.5亿 然后端然台湾影史 日本片跟动画片的双料冠军 也是今年全台的票房冠军 而上周六举办的金马奖 得奖电影的票房也成功被加持 包含了孤魏 亲爱的房客 周末全台票房都成长了 19%到20% 尤其今年金马也有最大赢家 消失的情人节 还飙升了467% 鬼灭之院剧长版 无线列车片 潜力真的很无限 上映三个多礼拜 票房冲破4.5亿元 稳坐2020台湾票房No.1 还写下台湾史上 票房最好的日本片 以及最高动画片的记录 我原本看过漫画原作的人 他就已经很期待看动画 那看过动画原作的人 他就觉得说 他更想要看后面的情节怎么发展 今年全台票房算到十一月二十四号 鬼灭式冠军 第二名是韩国片 失速列车感染半岛的三点五亿元 好莱坞名导 克里斯多福诺兰的天能 以三点四亿元稳坐第三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好莱坞大片纷纷撤党 也让往年好莱坞电影 占据前三的趋势被打破 但国片也在直追 因为金马刚落幕 拿下最佳电影歌曲的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即将破译 影后陈淑芳主演的孤卫 周末票房成长百分之十九 票房破七千七百万 影帝莫子宜演的亲爱的房客 票房成长百分之二十 而金马最大赢家消失的情人节 周末票房大涨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七 所以有些观众觉得说 这么好看的片怎么这人不知道 所以他们透过金马奖 他们知道了 因为金马加持 店员本周在听数上 愿意给国片机会 也让金马得奖 票房有机会再冲高 华市新闻 宋明戴荣贤 台北报道